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最近在华府召开年度峰会 集结来自30国超过60位国会议员 讨论如何保护中国人权捍卫台湾民主等议题 台湾不是会员 不过立委范云林长佐与王婉玉仍受邀参加 其中一场会议还聚焦台湾民主 展现国际社会对台湾议题的重视 今年是台湾的国会议员第一次被邀请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让台湾的国会议员来参与这个跨国家的国会议员的联盟 那为什么?那今年我也很欣慰知道这次的主题就是台湾 那主题就是很清楚如何增加对台湾的民主支持 现在中国的崛起尤其它这个独裁政权对其他国家民主国家的声透 那以及对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打压都是国际非常关注的议题 所以在2020年IPAC组成以后 其实就是如何讨论所有的民主国家能够一起针对中国 能够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政策的拟定 IPAC在美国的共同主席之一 也就是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 在5月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 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 不再限制售台武器需为防卫性质 并与台湾建立共同训练计划 包括进行完整规模军演 提案议员也在峰会记者会立促法案尽快通过 IPAC成立于2020年6月4号 主旨为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就中国相关议题 拟定行动倡议 成立两年多来规模不断扩大 参与成员已横跨五大洲 有超过200位各国国会议员